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看的是不良執念清楚師第一集 沒想到吧 我居然來製作這部劇的reaction影片 其實我自己私底下 就有在涉獵各式各樣題材的戲劇跟電影了啦 只是在這個頻道上 我就是專注在同時題材的戲劇這樣子嘛 那今天也算是我跨出試探的腳步這樣子 因為聽說這部最近在熱播的劇 不僅玄幻題材這方面受到的廣泛的好評 除此之外 兩位男主角的這個感情和羈絆 也受到我們這個族群愛好者的愛戴 好啦言歸正傳 這是算是我第一次嘗試 從制題材之外的一些劇集 如果有喜歡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幫我按個喜歡 抽起20個喜歡 我再繼續製作下一集 我這個小頻道要的也不多 就希望有人喜歡 有人願意看 我再繼續製作影片這樣子 如果在這部劇大結局播出之前 還沒有達標的話 那我就自己私底下 把這部劇追完了 我就不做影片了這樣子 總而言之 我們就一起來 邁出這試探的腳步 一起品嘗看看這部劇吧 一上來就這麼危險的場面嗎 看起來真的懸空 高陰軒 那是什麼角色 一個眼神就讓人覺得飽含生意深藏的故事 哇 特效很棒 有變老人了 獨佔其身哦 所以 是有人曾經向他救救 但是他選擇獨佔其身 其實就是修守旁觀 然後那些沒被他救的任 成為了惡靈禪的他 有的人看不見 我其實剛剛講的都是企劃 是誰 獨一勇 我其實一點都不見 成績好爛哦 前面一直強調我不在意 我其實並不在意 還要挨打呀 現在是紙骰子都可以考上大學 但你連骰子都不準備 謝謝哦 給你了嗎 要你拿去還給陳東軍 叫他以後不准紙骰子填答案 哈哈哈哈 所以 你回去跟家長商量過嗎 他考的還比紙骰子更爛了 我不好意思是吧 老師以前啊 跟你一樣要不好意思開口 但是你成為老師了 我爸給我喝了一點酒 我今天才坐在這個位子 所以你要跟他喝酒 啊 你看你爸 本來啊是想要打紙骰子 嘖 出去 我還要講你 蛤 你不要再給我惹那個一般的 一般的誰啊 一般的誰啊 哈哈哈哈 帥子 誰啊 說我平均完全確定這第五害的 你看 我就說是他 我們兩個都有及格 哈哈哈哈 你們好意思講哦 欸不過有及格 跟他的成績確實差很多耶 呦 這是不是那個一般的事嗎 看起來就是乖學生 所以他們學校也是能力分班的是不是 欸應該沒有吧 蛤 你為什麼掉下去 什麼狀況 你不服他一下 什麼 什麼 你在幹嘛 三天兩頭的 我的學生 只要是人 都喜歡他 哇 哇 學霸 曹光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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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老師你在幹嘛 蝴蝶 這個特效 特質 那他是被哪些人弄成這樣 就只有給你 結果也不是他弄的啊 就那個一點半醉要在跑步 欸老師你怎麼可以以貌取人 他為什麼特別正在曹光彥 人家沒有對他怎麼樣 你們這些才不要在那邊針對人家 你們這些才不要在那邊針對人家 你 不義友 你打排球殺什麼球啊 不義友 你踢足球殺什麼球啊 不義友 不義友 我的天啊 誒刻意殺球也沒這麼準吧 不義友 你打排球殺 不是開啥嗎 不是開啥嗎 是嗎 做得煩不怕啊 孩子讓我來跟她單挑啊 孩子讓我來跟她單挑啊 你們這樣幹什麼東西 我們聽 萬一弄傷學生不好 全身 萬一弄傷學生不好喔 你居然擔心弄傷她 我也是把他這樣 不義友 多惹波羅蜜你多心情 憋憋憋憋憋超 趴完再念 一筆一晃 要用心寫 我們都會在外面陪著你 我們都會在外面陪著你 不知道你寫完 我們一個都不會走 蛤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你說實話你為什麼要欺負曹光彥 說完你就不用寫了 我待會還有事 我拜託你說 結果他也沒有欺負曹光彥 他根本不會故意你的 這到底是在處罰學生 還是在處罰老師啊 你20分鐘前才去過廁所的 又想亮 又輪校長 我擦完了 為什麼會這麼認真在搞笑啊 這部劇 欸 玄幻題材呢 到現在還沒看到 哇 欸 這不會是他的法力吧 太美了吧 超這麼快 這個鏡頭語言 有一個高中書法的校技杯 不至於用同學你 錢多少 有用錢也買不到的獎狀和榮譽啊 老大缺錢啊 為什麼你考試那麼爛 毛病那麼強啊 哈哈哈哈 我以為 平常的 但我剛剛無隔在轉身 果然 不知道我爺爺還不爽 他說我 取巧 你一直在複製 明家的自行 根本沒有行 那你回答什麼 謝謝爺爺 蛤 我以為他稱讚我寫文言 現在知道為什麼你考試那麼爛 寫文言 只是據說我家族現在是教人寫字的 一直到我夜裡開班時 聲音也不錯 但現在 網送慢一點 手機慢一點 大家又受不了 怎麼可能 還是很多人在學書法啊 OK 欸對 所以他的名字叫伊勇 就是因為他們家是書法的喔 我現在順著發作業 輪到我了 幹嘛 連他們學生 來上課的學生都沒信就對了 他名字是伊勇 這兩個字就是書法最難寫的 最基本的 兩個字 阿 掉了 別再看他玩了 到底為什麼大家要瞧不起他啊 為什麼大家要瞧不起他啊 阿 我的作業 阿 這個 還嘆他脾氣 醒了 醒了 我 我 買了什麼 完全要換給楊爺爺 哈哈哈哈 原來他投錢進去 這是誰的錢啊 學完字就可以下課了 這個頂頭那個 一定要有力 這個啊 幹嘛 為什麼他要在這邊發作 我不想剪啊 又不常 不行 過年前得剪一剪啊 那給我錢我到外面剪 哈哈哈哈 你現在很侮辱一個理髮師喔 這是他爸媽嗎 哈哈哈哈 剪刀放在他旁邊 哈哈哈哈 嚇死人 楊敬華一個眼神就嚇死人 嗯 電匯 哇你居然對電匯有進去啊 不要啊 幹嘛 這是他爸爸是吧 我聽說學校的事 我是不是 我是沒推他啊 哈哈 誰 所以他自己這次沒推他 代表你以前有推他喔 導師說 校長必要勸你參加比賽 沒說別的嗎 還有班平均的是 我沒有要你考得多好 但是每次看到你的成績單 這裡還是會偷 全學年度最低啊 然後 樊一勇是真的考得很爛啦 可是我覺得 鬥志孔他這番話 很多家長都會講 無論成績高低 無論實際的成績高低 樊一勇的成績比我當年還爛 比你當年還爛 誰是遺傳你的啊 因為你跟他說你不在乎成績 是我爸爸都這麼說了 放心 我不會找尋他的 那就好 原來你說性痛是 雖然我對成績看得很開 但沒想到你會看這麼開 沒想到你媽居然會在乎成績 成績好一點 能夠選擇未來可能就多一點 我還沒有聽你說過 將來想做什麼 所以他將來是想做 繪師 除了書法 什麼事都比同齡的小孩晚一點 現在也是晚一點想到而已 大人有講這種不負責任的話嗎 那不是很好嗎 我真的覺得這個時候還太早了 他們都怕這樣嗎 因為他也怕呀 現在 老闆的同事怎麼看 至少這個法學到裡面高 三公分 三公分 原本也不矮呀 那邊講什麼 真的沒有啊 夢想啊 理想什麼的 兩個窗子 把他們父子兩格開 校長給的 蛤 不是提酒 當然不是啊 看你知道 才是七耶 還是有嘛 但是這就不可能是校長給的啦 這是隔壁房間是吧 這是隔壁房間是吧 這是小時候的不應 那個時候就想偷偷瞞著他去 參加電會 可是 小時候做什麼事情一定都會被大人知道的啊 讓我死 所以片頭那個高音軒是爺爺年輕的時候是吧 哇 他看得到 選換題材終於來了 哇 哇塞 他爺爺都對這些事情置之不理 哇他還有收到錢啊 不過70塊錢 根本不肯養活自己 所以他還是選擇獨善其身啊 果然 這是呂雪鳳嗎 哇 欸這部劇卡斯很豪華欸 明暗出來了 送你畫 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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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楚音 這傢伙從頭到尾都沒有聽我說話 每人家出動 去支援那些選擇 是 什麼案子的出場 局長就要辦 好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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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春聯 所以這可能會跟男主角有連動喔 唉 所以陳楚音他是一個想要有一些新的挑戰 想要做一些有挑戰性的工作的警察 不好意思學姊我是說椅子可以拿哪裡 學長 不是說去支援那些學長嗎 那怎麼都是叫他學姊的 這個是他爺爺是吧 爸爸 有 後面有位子 去坐 為什麼不講 公車上不能講話是不是 唉唷他爸爸真的很關心他 可能他現在叛逆啦 不過他爸爸 太突然了吧 這片碎片是 片頭群的那片碎片嗎 不良執念簽除師的那個執 上面有這個C片 男主角應該還活著吧 不然戲也沒辦法演了 不過爸爸還好嗎 怎麼會突然發生這起程度 不愧是余雪鳳演的那個王魂來尋仇 還活著 好嗎 我的天啊 伊宏啊 你剛剛就應該好好珍惜 你爸爸對你的關心 這可能是他 對你最後一次問候 來了來了王魂來了 本來是他耶 你看得到我 上面剩什麼 怎麼睡成這樣怎麼辦 所以是那個王魂去找他爺爺 不肯幫他 所以他 對 他爸爸跟他下手了 好啦 現在有刺激的工作來了 確實啊 這些警察 真的不是每天 誰是隨地 都在做這些刺激的工作 更多的時候是自負已是的 枯燥工作 但是這些事情 真的來的時候 你還是 高興不起來的 他前面那麼期待 有挑戰性的工作 現在 事情真的來的時候 他 還是會覺得難受是吧 有沒有救到佛英勇 他還沒死 你怎麼在這 佛英勇 你是已經PTSD了是吧 佛英勇PTSD了 沒有佛英勇 就順利走下來 沒跌倒 怎麼了他不在你 反而很難過很失落嗎 很中二 哇哈哈哈哈 很中二 我就等著看 在你跟你的臉眼一樣 我一樣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來找他 你在哭啊 英勇沒事啊 英勇還活著 你老公怎麼樣 你老公怎麼樣 可以啊可以 還活著 你也在 你也在 你也在那邊 爺爺在 蛤 為什麼是爺爺 爸爸呢 喔 爸爸 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來不及喝的啤酒 來不及珍惜的關懷 總昏迷天數717天 哇喔 你好了沒 又走了 你晚上是不是都沒有睡啊 你記不記得今天要幹嘛 你回來之後要跟我解釋為什麼要鎖門 爺爺說要多帶點指 怕不夠 喔所以他爺爺也有跟去啊 沒有 沒有啦 好爺還不是為了自己的夢想 欸他怎麼沒看到爺爺 不是想說奇怪 公車上沒看到爺爺啊 什麼 居然是這種事件 這個事件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 我們維薩航空的董事們 跟大家致歉 誰是老闆 這位是董事長 小心一點 欸還不把他拉住 董事長就應該要挨幾頓揍 才能平息眾怒嘛 我去醫院仿視傷者和家族狀況的時候 發現老先生過敏不醒的原因 是腦器官流破裂 當然啦 如果今天是因為意外造成的外傷部分 那責任歸屬很清楚 喔老先生坐前面 其實你還是可以跟我請假的嗎 他們還不認帳嗎 你公公的 可能覺得太丟臉了吧 唉唷你也是 就是去縫人家一頓也沒有拿 我想要跟你談一下抽層齒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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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依勇乖 你現在要幫媽媽撐起這個家了 舒嬅就是 唉唷我忘了跟你講 我們搬家了 搬家 他就一直住醫院怎麼跟他講 這不是能忘嗎 我記得之前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說你們夫妻沒有孩子 所以到處買房 就是為了你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 有嗎 神秀得下 2014年3月以後下午一點晚 好 你跑來問我能不能疑似父親半年份房租 因為你要走轉 而且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 還花大錢先付了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下一塊 你可以告訴我真正的原因嗎 對啊 要誠實房東 你兒子跟你公公不會一輩子在醫院吧 萬一要是移回來的話 化石在房子裡啊 每個房間都不願意 還是你們買一間嗎 所以你把賠償金都化光了 以後我們想死就死 不好意思 快點不要在這裡講那個字 或者叫小聲一點 抱歉抱歉 請長命百歲 而且如果你還想要繼續教書法的話 你不一定可以隨時開張 你是對的 你又不用再看人臉書 喔不錯喔 他就是耶 長輩跟他氣性相投喔 其實我也覺得他租到房子 他確實也得買一間啊 不然他要租哪裡 滾帳別忘了他 也不是說為了爭一口氣 才義氣用事把賠償金化光 不是嗎他找到有地方住嗎 OK朋友要回歸生活了 勇敢一點 加油 最好買 我錢好賺價錢是嗎 700塊好了 請 你是要 不要再討價還價了 你要幹嘛 700塊還不少喔 你為什麼 花這麼多錢 坐計程車 你去哪裡 可以在這裡停一下嗎 喔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不跳表 你慢慢來 我不跳表喔 我對他這麼好 唉唷 遇到這麼好的計程車司機 B2 他去找他爸爸呀 哇 這感覺真的很像 就是 浦夷永還困在那台車裡 他現在困在計程車裡 這畫面感覺就像他還困在那台公車裡 他走不出去 他昏迷了兩年 他也沒有那個心力跟時間去走 最後還是 這是 他媽把他接回來的嗎 這是你買的地方喔 怎麼樣 幹嘛還不錯啦 你剛剛路差太大 不知道怎麼啦 那邊那個是誰啊 那邊哪個 沒人啊 沒有啊 這也不是呂雪鳳是誰 你買到隔壁我老太婆死亡用的房子 還那麼貴 欸死不明目 我只是跟我兒子開個玩笑 叫人 不好笑媽媽 張江奶奶 她是我們的鄰居 我兒子應有 那為什麼死不明目是個字聽得到 大聲點喔 他剛剛隔著我還聽得到 實在好生不好了 叫人啦 張江奶奶 謝謝 謝謝重現啊 我只是隨時開個玩笑 你怎麼隨隨便便去人家死亡用我 誰子 你曾看到都這樣想 歡迎回家 等爺爺回來之後 我也會醒他 不要啦 他會中毒 嗯 嗯 幹嘛 我為什麼就一定要沾那個啦 你的東西 我不知道哪個藥哪個不要 我藥都沒有扔 我把他丟進去 真好 所以他知道他的電費板的 你怎麼可以隨便都會放我房間啊 我花你捏捏 你怎麼還講這種話 沒有 我閉著眼睛邊摸邊說 什麼都沒有看到 可以了吧 你什麼時候復全 不要 什麼不要 你回去把高中電話吧 我是不想讓你 因為那件事情少於人生一個階段 你規劃好了 你規劃好了 你根本就沒規劃 我想也是嗎 你爺住院的錢 那些人不負責怎麼辦 還有老媽買這破房子 搞出來的房貸 你還有房貸喔 我媽呀 這種東西真的是齁 我只能說我希望他有 確切的幫助到學生 但我只能說我學生時來做這些東西 沒有幫助到我 這個表格呢 可以幫你們釐清 還不是那麼清楚的人生規劃 10分鐘之後呢 我會教大家 一種這個表格 畫出人生圖 哼 這很誠實啊 你不是偷看人家你 你剛剛說什麼 明明就討厭 不是說表演說 討厭人家 實際這樣偷看人家 曹光 你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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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莫子彥的彥喔 等一下 曹光彥為什麼在表情 他是不是知道 回永在想什麼 而且 他隔這麼遠 也不可能看得到他寫的漫畫家 是不是他其實會讀清楚 我亂猜了啦 我在那邊亂猜 像他散落一地的人生 不知道從何收拾起 當年這些東西離他好遙遠喔 要不要爺爺再回來用你嗎 他現在在使用這個焰台 是不是代表他也要跟曹光彥 再次有聯繫了 唉唷 這個焰台是有氣息的是嗎 是焰台的關係嗎 還是墨水的關係 哇哦 上面有惡靈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啊 你後面已經煙霧繞繞了啊 還是其實你已經著魔了 唉唷 啊 喔 喔 可惜啦 這是甲汁嗎 喔你終於有感覺啦 第一集看完真過癮啊 唉真的這部劇好棒喔 各方面都在水準之上耶 就可惜第一集沒有看到太多主線劇情 第一集的任務很艱巨 因為他要完成情情敵要 他要讓所有的主要人物都登場 所有的主配角圍繞在主角身邊的這些人 全部都登場 並且讓觀眾記住這些角色 他們所有的人色所有的特點 所以這集花了大量的篇幅 在描寫這些有點像是人物介紹的東西 才一步一步終於引領著我們 將時空背景轉移到現在 就可惜還沒有進入主線劇情 可惜兩位男主還沒有太多的互動 我感覺這一集應該還有一些伏筆 一些細節是我沒有注意到的 可能是後面才會注意到 原來第一集就已經鋪好了 或者是真的要到重刷之後才會發現原來第一集 這邊就已經買好了伏筆的 等等的之類的這些細節 我感覺導演跟編劇應該會做這樣子的用心 這部劇可以 好啦我很期待下一集啦 看大家有沒有興趣想要看我繼續做影片 有的話呢我就必須要忍耐到大家 點贊數打票之後再看 要不然就等到 就是大結局播出之後 如果真的比較少人有這個興趣想要看我做這個影片 那我就自己私底下看完了 好那這集就看到這邊 希望這部劇也能讓我認識到一些新的觀眾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